我是節目將 歡迎收看鳳凰財經日報 內地7月份受到 外部不確定因素增加 還有暴雨以及部分地區 局部疫情散發等狀況的影響 部分主要經濟指標增速 都有所回落 其中我們看到工業增加值 按年增長6.4% 創近一年來的最低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升市 則放慢到8.5% 當中汽車的銷售 更按年由升轉跌近2% 至於反映基建 還有房屋等施工量的 固定自然投資前 7個月的升市也放緩到10.3% 當中房地產的開發投資 跟連續5個月放緩 國家統計局預計 下半年內地的經濟增長 將會放慢 那麼在穩增長壓力 加大的情況之下 貨幣還有財政政策 該如何發揮聯動的效應 相關的話題 那麼稍後我們有請 今晚我們邀請到的嘉賓 渣打銀行大中華 及北亞首席經濟師 丁爽先來做進一步的解讀 還有分析 至於內地7月份的失業率 則微升0.1% 到5.1% 國家統計局指出 就業的形勢總體保持穩定 其中25到59歲的 就業主體人群失業率 為4.2% 跟上個月直平 而二季度外出 務工勞動力的總量 1.8億人 已經基本上恢復到 疫情前的水平 先帶你看報導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 7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按年增長6.4% 低過市場預期的7.8% 增幅更是去年8月以來最低 41個大類行業中 有35個行業增加值保持增長 按產品分類 新能源汽車增幅 更按年飆升超過1.6倍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按年增長8.5% 也低於市場預期的11.5% 是年內的最低水平 餐飲收入增幅保持較快水平 按年增長14.3% 往上零售增速也在較快水平 達到21.9% 食物商品中 吃穿類增幅都超過兩成 而反映基建投資的 固定資產投資增幅 在今年首期個月增長10.3% 增幅低過市場預期的11.3% 在各個產業當中 製造業投資增長較快 達到17.3% 至於首期個月的城鎮 新增就業人數為822萬人 完成全年目標的74.7% 失業率則微升0.1個百分點 到5.1%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中國國家投資局指出 儘管7月份部分主要的 經濟指標增數都有所回落 但從累計來看 主要的宏觀指標 仍然處於合理期間 經濟總體延續恢復的態勢 下一步將會做好 宏觀政策的跨週期調節 科學精準實施 宏觀政策 7月份 內地經濟延續恢復態勢 但主要指標增速明顯回落 統計局發言人 傅林輝在記者會上稱 當前全球疫情持續演變 國內疫情多點散發 以及自然災害 對部分地區經濟產生了影響 經濟恢復 經濟恢復仍然不穩固 不均衡 7月份受外部不確定因素增加和國內迅情和疫情的影響 部分主要指標增速有所回落 但是從累計來看 主要宏觀指標仍處在合理的區間 那麼經濟延續了恢復的態勢 在就業領域 7月當月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1% 比6月上升了0.1個百分點 副理會表示 從就業 物價 居民收入總體來看 下半年 中國經濟仍然會保持穩定恢復態勢 那麼受技術影響 從全年來看 主要經濟增速會呈現前高後低的情況 綜合來看 總的看下半年 我國經濟仍然會保持穩定恢復的態勢 主要宏觀指標會保持在合理區間 經濟循環改善 發展質量會繼續的提升 鳳凰威視 您小文 侯友韻 北京報導 中國央行今天開展的6000億元 中期借貸便利MLF的操作 利率連續第16個月持平 但是未能完全對沖本月的全部到期量 不過有學者指出6000億的操作量 已經高過市場的預期 這也反映央行對於合理充裕流動性取向 並沒有改變 中國央行16號發布公告 在當日開展6000億元MLF和100億元逆回購操作 這其中包含對8月17號即將到期的MLF續作 到期量為7000億 作為全面降準的第一個月 8月MLF的操作規模 引發市場普遍關注 這次這個續作它是一個在上個月降準 然後這個降準還在置換MLF的過程中做的一次續作 普遍市場預期可能在縮量3到4000億 實際上只縮量了1000億 這就代表央行的政策取向 還是要為市場提供足夠的流動性 另外我們看到從政策上它的政策利率 MLF它的利率沒有發生變化 這也體現了一個央行是一個穩健操作 以穩為主 他也表示由於中下游的小微企業等 實體經濟經營環境沉壓 後期需要貨幣政策引導實體經濟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進入第四季度 面對累積的2.45萬億MLF到期量 央行仍有可能採取降準置換部分到期MLF 為後續貨幣政策調控 預留更大的操作空間 鳳凰衛視 陳文綺同虎 深圳報導 內地7月份的主要經濟指標當中 除了製造業投資增速以外 其他的主要經濟指標的兩年平均增速 都叫前值下行 那麼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消費的部分 我們看到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放緩到8.5% 更叫6月份的回落3.6個百分點 繼續成為拖累經濟復甦的主要的力量 那麼相關的話題我們立刻請教 我們今晚邀請到的嘉賓丁爽先 丁先生你好 你好 今天我們看到受到疫情跟極端天氣的影響 內地的消費出現的暫時性的回落 但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 當前的就業形勢還是保持穩定的 這也為消費的復甦持續增添能量 所以您預計在今年剩下來的時間內 這種消費不振的這種形勢 有沒有機會可以改善 那麼對於下半年經濟形勢 您又有什麼樣的判斷 我覺得首先有必要回顧一下7月份實體經濟活動放緩的一個大的背景 實際上從今年以來 中國的經濟整體是處於一個復甦的狀況 如果看一下一二季度 兩年平均的增長率是從一季度的5% 加速到二季度的5.5% 正是因為這種復甦使得中國的產出缺口正在縮小 所謂的產出缺口就是實際的經濟增長和潛在經濟增長的一個差異 這個差異在去年年初是差不多有12% 但我們測算到了今年的二季度就只有差不多1% 也就是說經濟的運行已經接近它的一個潛在的水平 所以回過來看7月份的數字 如果沒有災情和疫情的影響的話 應該持續處在一個復甦的狀況 應該說7月份是受到了災情跟疫情的一個雙重打擊 出現了一個挫折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 應該保持警惕 要防止這種短期的挫折演變成一個趨勢性的下滑 回到這個消費 跟整體的經濟的一個復甦的趨勢是相同的 在1到6月份也是處於一個持續復甦的狀況 但是這個過程也被疫情跟災情打斷了 如果看今後的半年 如果是疫情能夠得到有效的控制 我覺得有三個因素是有利於消費的一個復甦的 首先就是剛才提到的就業 失業率已經下降到了5.1% 這個跟疫情之前的水平已經相當 如果是就業水平恢復意味著收入也會繼續增長 第二個我們看到大家的消費意願還是挺強的 在災情又開始反彈之前 有很多指標表明大家的旅遊消費的需求 購買機票 餐飲各方面的消費的需求都上升 另一方面預防性的儲蓄的需求是在下降 還有一個有利因素 就是中國的疫苗的接種 這個也是最近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已經有55%的人口已經是兩劑疫苗都已經接種了 有75%的人口已經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速度到9月底之前 中國應該有超過70%的人口已經接種了兩劑疫苗 這樣是非常接近一個群體免疫的一個狀況 這些都是有利於消費的一些因素 OK 那面對下半年的這個經濟形勢 我們看到決策層他們也多次提到 要合理地把握這個預算內的投資 還有地方債券的發行進度 要推動今年底明年初形成這個實務工作量 至於在貨幣政策方面則是要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 那您預期接下來的這個貨幣跟財源政策 該如何發揮它的聯動效應來應對穩增長的壓力 我們剛才提到了消費 如果看一下投資 實際上是應該是低於大家的預期的 在很多月份 而且投資的速度的確 固定資產投資的速度的確是偏慢 這個一個重要原因是今年的上半年 中國的宏觀政策在正常化的過程當中 實際上都是緊縮的 財政政策也出現緊縮 比如說今年的上半年 廣義的財政赤字是低於1萬億人民幣 去年的同期廣義的財政赤字有3.4萬億 所以這個赤字是縮小的 從貨幣政策來說 去年的10月份 社會融資規模它的增長率是13.7% 到了今年的7月份已經降到了10.7% 所以這個使得投資出現了一個減速的狀況 這當中我覺得接下來財政政策應該是一個主要的發力的一個政策 這個可以幫助中國特別是基建投資 可以出現一個上行的一個趨勢 財政政策方面是有非常大的空間 今年的上半年支出的增長差不多只有1%左右 收入的增長是達到了22% 所以這個收支的增長是非常的不對稱 接下來而且前七個月地方專項債的發行只有差不多1.3萬億 接下來全年的額度如果要用足的話還有2.3萬億的額度 所以如果是充分利用專項債的發行 可以推動基建投資的一個恢復 這個也是會間接的有利於製造業投資出現繼續的一個好轉 製造業投資本身它有一個恢復的一個需要 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工業的產能的利用率 現在已經達到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在二季度已經達到了78%的一個創紀錄的水平 說明這個產能越來越不能滿足需要 需要有進一步的投資 所以政府的投資又會帶動製造業的投資 剩下來那就是房地產的投資 這方面可能從政府的角度來說 它並不是鼓勵來推動這個房地產的投資 但是也有一個領域 特別是在租賃房的方面 政府還是會提供支持 這是從財政政策方面 從貨幣政策方面更多的是提供一個輔助的作用 也就是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 防止財政政策開始加碼之後出現一個擠出效應 擠出民間的一個借貸的一個增長率 來保持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長能夠平穩 為了做到這一天我們覺得在四季度還需要降準一次 另外大家也關注有關於房價的問題 國家統計局在今年也發佈了 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指數 顯示無論是新建商品 住宅 或者是二手房 環比跟同比漲幅都呈現回落 這也反映出今年以來平凡的調控措施 已經開始顯效 其中在一線城市當中 深圳的二手房價更出現下跌 環比的降幅是0.4% 現在你看報導 統計局週一公佈的7月房價數據顯示 內地70個大中城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環比上漲的城市 有51個 較6月減少4個 3個城市持平 下跌的城市則從6月的12個增加至16個 根據路透的測算 7月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 同比上升4.6% 是連續70個月上漲 環比漲幅為0.3% 較6月的0.5%回落 並創出半年新低 其中青島 海口 迎川等地的 新建商品房價環比漲幅較高 而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的 新房價格環比上漲0.4% 漲幅較6月回落0.3% 二手房方面 四個一線城市中 北京和上海的環比漲幅有所回落 廣州持平 深圳則環比下降了0.4% 31個二線城市的二手住宅銷售價格 環比上漲0.2% 漲幅較6月回落0.2% 35個三線城市的二手房價格 環比更有6月的上漲 轉為下降0.1% 鳳鴻衛視綜合報導 內地區域收緊樓市調控令到樓價 連續兩個月的漲幅收載 相關的話題 我們繼續請教我們的嘉賓 丁先生 丁先生我們看到 從早前發佈的信貸數據 也可以看到居民的 中長期貸款增速下滑 加上開發商也加速 也面臨資金壓力加速的出貨 所以您預計 在這些因素的疊加下 未來幾個月的樓市 會不會迎來一個真正的拐點 我覺得要判斷樓價的拐點 是一個風險很大的一個判斷 之前也有很多分析師都摘了跟頭 特別是考慮到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房地產調控方面 有一項措施是價格的 所以有一個限價 所以其實那個統計局公佈的數字 可能並不能完全地反映 這個房價的一個上漲的壓力 但是從經濟分析的角度 我更關心就是房地產投資 會不會出現一個拐點 這方面我預計就是房地產的投資 至少過熱的狀況會有所改觀 前七個月房地產投資 還是增長了12.7% 是兩位數的增長 我預計到那個年底 它會回落到單位數的增長 同時也不會出現負的增長 主要原因一個就是房地產的開發商 現在它的重點是加速建設完工 然後銷售來保持它的現金流 所以它就減少了賣地 所以在一方面來說 它能維持一定的一個投資的增長 另一方面 政府也是在支持租賃房的投資 通過稅收措施 通過土地政策 所以這方面的房地產的投資 還是會保持一個比較合理的速度 OK 非常謝謝丁先生 我們今天參與的話題做的分析 非常謝謝你 我們稍微休息片刻 稍微但您關心的是 今天各地股市的表演情況 我們待會見 在離電池股受壓的拖累下 創業板指急跌1.3% 先守在3千3百點 向前指也固壓沉重 盤中最多下挫接近1% 戶指則變動不大 為漲1點收在平盤上方 至於香港股市路德三連跌 一度反覆跌到2萬6千點的邊緣 中場收跌0.8% 創超過兩週的新頂 內地護身股市走勢分化 深圳市場估壓沉重 創業板指和深城指雙雙低開低走 創業板指盤中失守3千3百點 最多下挫近1.7% 並以接近全日最低位收市 深城指尾盤跌幅擴大 失守1萬4千7百點 戶指則是橫盤震盪 收在平盤上方 從盤面上看 鋁電池股走低 半導體股輕能概念股漲幅居前 戶指中場收在3517點 微升1點 深城指收爆1萬4千6百93點 跌幅0.71% 創業板指數跌幅領先 收跌1.31% 科創武林指數收低0.31% 兩市成交額1萬2千多億元人民幣 北向資金淨流入超過62億 內地經濟數據差過預期 再加上官媒批評網絡遊戲歪曲歷史 拖累科技股重挫打擊市場氣氛 橫指低開26點之後反覆向下 盤中最多下挫超過340點 尾盤跌幅收窄 大型科網股重挫 Bilibili重挫超過7% 快手大跌6.7% 再創新低 百度盤中也跌至上市後 新低收低4.8% 騰訊跌超過3% 汽車股也賣壓沉重 比亞迪重挫超過7% 吉利汽車跌超過6% 另外手油股 港口航運股 光伏股集體走低 但保險股體育用品股逆勢上揚 香港橫生指數收盤爆 26181點跌了210點 跌幅0.8% 主板成交1339億港元 亞太區其他股市方面 韓國股市假期休市 台灣股市和日本股市分別收低 比0.73%和1.62% 鳳鴻維持綜號報導 歐洲股市在五盤普遍下跌 英國股市目前下跌超過1% 而斯托克600指數則結束 連續10天的升勢 市場擔心中國的經營前景 打壓礦業跟油漆股下挫 至於美國股市在上週 則是個別發展 雖然新冠疫情再度升溫 但是美國通脹數據溫和 有助於美股繼續走強 美股三大指數 道瓊斯工業指數 和標普白指數上週 是連續四個交易日路的 收盤新高 全州折分別上升0.87% 跟0.7% 納達克指數則微跌不足0.1% 那麼本週較為 受到關注的經濟數據 包括週二的零售銷售 還有工業生產 另外美聯儲 將會在週三公佈 7月份的一席記憶 華爾街各機構最近公佈的 持倉報告顯示 外資對中概股的前景看法分歧 高盛最新公佈的持商報告顯示 今年二季度大幅增持了 587.5萬股的阿里巴巴每股股票 總持股達到3050萬股 報告還顯示 二季度高盛還增持了 118萬股的百度 跟28萬股的bilibili 不過另外一個資管巨頭 貝萊德在二季度 則是大幅拋售了7403萬股的阿里巴巴 另外索羅斯旗下的基金管理公司 在二季度則清倉了 騰訊音樂 百度 還有微品會等多支中概股 馬來西亞政局升遍 打擊吉林特的會價今天下跌 並且觸及一年來的低位 但是美元對主要的貨幣回穩 有助於人民幣的會價 趁機升到超過一週的最高位 馬來西亞總理與內閣總辭 令投資者擔心政治不穩定 將令金融市場繼續承壓 林吉特會價週一應聲下滑 觸及4.243對億美元 是去年7月以來的新低 不過尾盤市場氣氛傳定 會價從上到平盤附近 股市也收窄跌幅 收盤僅僅微跌約0.1% 至於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則回穩 每會指數脫離上週五的一週最低位 對澳元和新西蘭元等風險貨幣的漲幅 較為明顯 不過人民幣走勢兼問 中間價上升82個基點到6.4717 是本月6日以來的最高位 但低於市場預測的6.4684 集氣會價開高走高 中場收高74個基點包6.4756 也是6月以來的最高位 但全天的波幅只有72個基點 離岸會價則在貼近災案價的水平附近 反覆增持缺乏方向 中國債券市場方面 人民銀行的中期借貸便利MLF 去做規模高過預期 加上經濟數據欠佳 有助國債券券收益率平穩 收盤上升不足一個基點 國債期貨價格則微跌 銀行監視場資金面改善 大部分回購利率下行 央行除了MLF之外 在逆回購操作中 則連續第11天維持100億元的操作規模 繼續對沖倒計量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全球央行年會將會在下週舉行 但是英國跟歐洲央行行長都表示 不會參加 由美聯儲旗下堪薩斯城聯儲銀行 主辦的央行年會 下週四期一連兩天舉行 歐洲央行發言人已經確認 行長拉加德不會參與年會 去年以視頻發表演說的 英格蘭銀行行長貝利 今年也確認不會參加 報導指堪薩斯城聯儲 希望舉行現場參與的會議 由於人數上有限 所以傾向於邀請 美國國內的嘉賓出席 謝謝你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檢不將 祝您晚安 再會